12把步枪的全属性硬核测评已经做完了 今天我们用数据来分析步枪的选择 究竟应该选哪把步枪用呢 首先伤害方面 用9毫米的AC步枪伤害垫底 5.56步枪紧随其后 伤害最高的还得是7.62步枪 这速方面 全自动步枪射速都在每秒10到14发之间 最快的是AC步枪狗杂 最慢的是AKM M16和MK47由于特殊性 射速还是太慢了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秒伤方面 狗杂是毫无疑问的秒伤最高 高达600.66 AC步枪紧随其后为519.09 不过它的伤害衰减严重 实战真实秒伤并没有这么高 5.56步枪秒伤都是最低的那一档 接下来是患难时间 M416 Sky M16A4 密幻是第一档 ACVL是第二档 M7-62AKM狗杂是第三档 LG MK47是第四档 QPC G36C是第五档 子弹出速方面 5.56步枪毫无疑问是最快的 也是最适合打远战的 接下来就是7.62步枪 垫底的是ACVL 完全打不了远战 在容量方面 步枪普遍都是30-40发弹容量 就ACVL和MK47弹容量偏少 所以单纯以这些数据来看 枪械的选择就比较明朗了 如果你喜欢用枪打近战贴脸 那ACVL是最适合你的 秒伤高 破容后也有35发子弹 足够你近战秒人了 如果打中近战 那毫无疑问选择7.62步枪 狗杂最好 密幻M7-62AKM也都行 因为秒伤更高 子弹出速也挺快的 但前提是你能压住 压不住的话 我脑推荐5.56步枪 虽然秒伤低了一点 但子弹出速更快 后座力更低 中远战就更不用说了 肯定选择5.56步枪 尤其是M416 SCA和AUG 不仅子弹输速快 换弹也超快 后座力也极低 最后M16A4和MK47 不推荐任何玩家使用 属性真的很拉胯 小伙伴们 在此你们怎么看呢